嗨 大家 欢迎收看 Toy Talk EP 06 终于到我们第六集 今天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很新很新很新 OK Vaigo Ideas 就是我们的Earth Gloop 就是一个完全地球的形状 它闹第一眼我会以为 这个很像很simple 因为它的片是蛮大的 可是往下面看来 它是两千六十片 pieces 所以它里面应该是很小很细 慢慢组成一个 outer 才粘成大片的一种形状 所以我觉得难度应该会是蛮高的 造型来讲 它的底下的设计跟那个 那个Water Ship是蛮像的 但是Water Ship就没有像那个地球这样复杂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次的挑战性是蛮高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是 最近迷上的一个brand Mighty Jazz 我们Mighty Jazz在 新加坡啦 我会是在1月22号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购买我们的 Toni Tony Chopper Jason Frizi Iconic Style 就是会有 一半边点是有骨头的 design 另外一半边点就是 Normal的 Chopper的脸 这次的话 OK 总共是7字 就是有它Normal的它的 Brain Point Gut Point Baby Point Jump Point Kong Fu Point 跟Horn Point 还有一个隐藏版的 Jump Point Winter Version 反正的 Chopper的每一个 Rumble Ball 的Point 我都是超喜欢 超Cute 超赞 所以 有机会的话 我是想要买全真盒啦 就不想 不想misread那一支 的话来讲 已经 过了 但是应该还是 可以预购的话 要是你喜欢 Chopper的Monster Point 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大支咯 也是一样是 Jason Frizi 你 的一个 Design 就是半边是骨头的脸 另外一半 是 Chopper的Design 就是Monster Point 就是它的暴走 OK 两年后就已经可以控制了啦 如果 你告诉我 我是没有打算 遇过Monster Point 因为Monster Point 是 我学步 里面我最不喜欢的一个形态 但是 说真的说真的 要是你真的是想要 过来的话 不妨 来看看 它总共的话 它是USD 是69块 说真的 就是 你在top up一点点 你就可以完全买一个 一整盒的 刚刚我所说的那7支 接下来 我现在很快 好 我们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会是一个video 我们直接自己看吧 11秒而已 没有错 就是我们的 Carmen Rider Revised 里面的 Carmen Rider Evil 一开始 讲真的 讲真的 forCarmen Rider design 我蛮反对尖头的 之前的一个尖头 就是Carmen Rider Blade Blade的 story line 是我蛮喜欢的 但是它唯一的快点 就是它的design 有点难看 就是因为它的尖头 所以 when evil出现的话 我是蛮排斥的 加上它的weapon 又不够帅 又不够帅 我觉得有点像 你懂不懂 有点像那个什么 那个patro的handle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 使用餐就是Carmen Rider Live Live就是用枪的 所以更像一个 那个patro的枪 可是 比较 live出现之后呢 你做一个比较 其实 evil 真的好看很多 ok 所以我现在才会 介绍这个FHF Carmen Rider evil 的version SHF 有一个优点就是 你可以玩它的belt 所以它的那个 patro sword aka patro sword aka patro gun 也是可以拿出来玩的 SHF的话 你也可以到那个小 那个belt 像我说的 我一头一看 其实 evil的design 是蛮漂亮的 现在的 details 还没有说很多 但是以后的话呢 会再用一个 第四个玩具的 一个介绍 在之后的title 呈现了 所以今天的话就 很快的 今天的话就 已经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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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